欢迎来到果然八姐,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 天猫双十一狂欢夜的彩排爆出了一段令人惊叹的亲密互动,引起了现场工作人员的一片惊叹。 据报道,王凯和谭松韵在彩排中展现出了非常亲密的互动,其中更有一幕惊喜的搂抱,俨然一个真实的情侣般的画面,此次天猫双十一晚会一向备受期待。 除了各种精彩的演出和明星阵容外,王凯和谭松韵的互动也备受关注,在彩排现场,让人意外的是,两位明星之间毫不掩饰地展现了深厚的感情。 据知情人士透露,王凯和谭松韵的亲密互动让现场所有工作人员都陷入了惊呆的状态,尤其是当王凯一把抱住谭松韵的时候,现场的气氛达到了巅峰,仿佛时间都停止了。 尽管王凯和谭松韵在彩排中展现了如此亲密的互动,但据可靠消息,两人并没有公开承认恋情,因此,这次彩排中的互动是否只是表演,还是真实感情的流露,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关注。 无论是不是恋情,这次彩排曝光的亲密互动无疑给了观众们更多的期待和想象空间。 作为观众,我们期待着在天猫双十一狂欢夜上看到王凯和谭松韵之间更多精彩的合作和默契。 天猫双十一狂欢夜将于近期播出,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在购物狂欢中融入了明星娱乐圈的盛宴。 也期待王凯和谭松韵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感动。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颜值无疑是一种资本,然而,有一个人却用她的才华和实力证明了。 真正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外表,她就是33岁的国民闺女谭松韵。 谭松韵,一个让人一见倾心的名字,一个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的面孔,她的笑容如春风拂面,她的眼神如星辰闪烁。 然而,这位美丽的女子却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内心世界。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几年前,那时的谭松韵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有一天,她接到了一部戏的邀约,这部戏的角色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女子,需要在剧中展现出各种各样的情绪,这对于当时的谭松韵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能够更好地诠释这个角色,谭松韵开始了艰苦地准备工作。 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观看了许多经典的电影,甚至还请教了一些专业的演员。 然而,尽管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当真正开始拍摄的时候,谭松韵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拍摄的过程中,谭松韵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她会因为情绪无法控制而NG多次,有时候,她会因为长时间的拍摄而感到疲惫不堪。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时刻,谭松韵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决心,她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不断地尝试新的表现手法,最终成功地塑造了这个角色。 当这部戏播出的时候,谭松韵的表现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许多人都被她在剧中的演技所折服,纷纷表示,原来谭松韵不仅仅是一个花瓶,她还是一个有实力的演员。 从此,谭松韵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她也逐渐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国民闺女。 正如前面所说,谭松韵的内心世界同样让人惊艳,在她的微博上,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生活的热爱,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家人和朋友的关爱,她喜欢旅行,喜欢摄影,喜欢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她的文字充满了智慧和感悟,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有一次,谭松韵在微博上分享了一段话,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我们都在不断地奔跑,有时候,我们会感到疲惫不堪,有时候,我们会跌倒受伤,然而,只要我们勇敢地站起来,继续前进,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终点。 这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和毅力。 事实证明,33岁的国民闺女谭松韵,内心与外表判若两人,她用她的才华和实力证明了,真正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外表。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们也一定能够成为自己心中的英雄。 王凯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家境并不富裕,尽管她的父母希望她选择一个稳定的职业,放弃演艺梦想,但王凯坚信自己的梦想,决心为之奋斗,她报名参加了艺术培训班,为自己的演艺之路铺平了道路。 刚开始时,王凯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演出机会,但她并没有气馁,她明白只有通过不断地努力和经验积累,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脱颖而出。 她积极参加各种演出活动,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演能力,为自己的梦想不懈努力。 不仅在电视剧中,王凯还积极参与各种综艺节目的录制,她的幽默风趣和真诚待人的性格深受观众喜爱,与其他明星建立了深厚友谊。 然而,她并不满足于在荧幕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做出贡献,曾低调捐款200万用于抗击疫情,多次参与慈善演出和义卖活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王凯的成功并非偶然,她的努力和才华是她取得成就的关键,她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和外貌,更重要的是她具备了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精神,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实现人生价值。 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优秀演员的成长历程,也看到了一位充满担当和责任感的公益人士,她的坚持,努力和奉献精神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激励着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王凯和谭松韵都是备受关注的实力派演员,两人因为合作剧集向风而行。 再度合作引发了不少传闻,剧中两人的甜蜜互动和默契配合,让观众们怀疑两人是否只是戏里戏外情侣。 据知情人士透露,王凯和谭松韵在剧组里的互动确实异常亲密,他们不仅在戏中的互动流畅自然,还经常一起讨论剧本,互相帮助,可以说是默契十足,这样的合作关系是否因戏生情呢? 除了剧组内的亲密互动,近日有粉丝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了王凯和谭松韵的合影照片,两人身穿休闲装扮,并肩而立,笑容灿烂,这样的照片引发了网友们的猜测。 纷纷表示两人实力演技和甜蜜互动在戏外或许也有所延续,针对关于王凯和谭松韵的恋情传闻,双方经纪人均为正面回应,但是还是有不少的细节让人产生猜测, 比如他们在剧组外的私下约会,经常一起吃饭等等,这些种种细节让粉丝们更加相信两人的关系超越了戏剧角色。 然而,我们也要理性对待这则消息,娱乐圈中的明星合作频繁,亲密的合作关系并不意味着恋情的存在,或许他们只是优秀演员之间的默契合作,也或许是好朋友之间的深厚友情。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凯和谭松韵的真实关系也会逐渐浮出水面,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正面回应吧。 不管怎样,无论他们是朋友还是情侣,我们还是应该多关注他们在影视作品中的精彩表演,养人才华横溢,演技出众,给观众们带来了很多难忘的角色形象。 王凯和谭松韵,两位才华横溢的演员,他们的爱情故事始于一部电视剧,他们在剧中饰演情侣,演技精湛的同时也让观众们感受到了真实的情感。 这部戏的热播不仅让他们的名气大增,也让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 在拍摄期间,王凯和谭松韵的默契和互动让人们开始猜测他们是否有着更多的故事。 他们的微博互动频繁,甜蜜的合照也让人们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了更多的猜测。 然而,他们始终保持着低调,没有公开承认他们的恋情,直到有一天,他们在某个活动上手牵手亮相,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喜不已。 他们的爱情终于被公开,粉丝们也纷纷表示祝福。 从此以后,他们的爱情故事更加引人注目。 王凯和谭松韵的爱情故事并不仅仅停留在荧幕上。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对甜蜜的情侣,他们经常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互相支持和鼓励。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他们都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他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美好的爱情,让人们相信爱情可以跨越屏幕,成为现实中的幸福。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追求真爱,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他们爱情的力量,也让我们对他们的未来充满妻恺和谭松韵的爱情故事,让我们相信了待。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现实生活中。 爱情都是美好而真实的,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祝福他们的爱情能够长久美满。 相信他们的甜蜜爱情会像糖果一样,甜蜜而持久。